好,那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下一个问题呢是 我想知道在您的风水职业生涯当中 您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感到很挑战的 或者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或者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涉及到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 如果有的话 您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两个 OK,我给您分享一个很多故事了 要是跟身心健康先联系的话呢 我给您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吧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中国的阴宅 阴宅 这个风水实际上分阳宅和阴宅 美国人只知道阳宅 他从来没想到还有阴宅 中国人才有阴宅 老外还不知道 但是有个别的老外 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刚来美国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美国朋友 那时候呢 跟他说起来了 他就说 我怎么上班 好像坐不住啊 坐在那儿就不想工作 工作一会儿就想跑 可是工作这么多 他还要做 他就觉得很痛苦 我说你是不是风水不对啊 他说了 你会看风水不会啊 我说我会啊 那你帮我看看吧 我那时候还是在建筑事务所工作里 我说那行 我给你看看吧 然后我就去给他看 看完了以后 我说了 你这个桌子摆的 就是你呀 不仅坐不住 他还是一个manager的呀 你不仅坐不住 你这个manager啊 每个人都会训你的 人家比你都厉害 你下面人比你都厉害 你看着脸色知道我说对了 他说那该怎么着 后来你愿意感觉自己真的像个manager 想 我就教他怎么改 你的办公室怎么调 我把他桌子给他拧了一下 然后呢 我把他屋里 办公室 给他照一个位置 给他点个水 点个水 什么是点个水 点个水就是说 让他放个小鱼缸 放个水 然后呢 我给他折个日子 我说你就按了我这个日子和时辰过调 哎呀 他满听话啊 调了以后呢 很长时间都没听到消息了 接下来有一天打电话 那说 你的风水真的很管用啊 他说调完了以后 我现在成了一个工作狂了 哦 这样子 成了工作狂了 前呢 别人给他说话的时候呢 他像一个工作人员 别人像个老板 现在他觉得 我给你人家说话 我心里好像是 我真的是 第一次感觉到 我是个leader了 对吧 这就是给他调了风水 原来的办公室是什么吧 原来的办公室就是 头冲着墙 嗯 这边是门进来了 它是头冲着墙 然后别人给他说话了以后呢 他都跟这样 给他说话 哎 老板来了 别人训良心 他就走了 嗯 然后呢 后边人就穿过来 穿过去 有过道 有过道 穿过来 穿过去 嗯 他总觉得心里不安全 当你背后别人可以随时 走来走去的时候 你不会有心灵的安全感的 嗯 所以我就很简单的给他调了一下 嗯 他就觉得效果特别好 他说嘞 嘿 你们中国人各个都会调风水吗 我说呢 不是说各个都会调风水 但是我们大概都知道 什么对什么错 对 基本的 对 基本的我们都知道 什么对什么错 但是呢 你又能择日啊 根据你的八字啊 点水啊 嗯 整个好日子 好时尚来调啊 嗯 什么的 这个还真的需要有点专业的 嗯 没有专业的 他这个东西 他弄不了 嗯 对吧 呃 他说嘞 那你要是这样 你干嘛 哎 坐着画图啊 做风水好嘞 如果我做风水啊 美国人谁信风水啊 哎 美国人很多人信风水啊 哦 也是有人信的 哦 那时候啊 嗯 我还以为我刚来美国 我觉得美国人不信风水呢 嗯 美国人很多人信风水哦 嗯 那你试试看啊 嗯 他说你去图书馆去看看 那个卖书那个地方 书店去看看 哦 有很多 那会儿可能就已经有很多风水的书了 对 当时呢 我记得我去书店了以后 然后我就看看风水那个书 我看完以后 我说不对劲啊 这怎么跟中国的风水不一样哦 哈哈 哦 那是一个外国人写的风水是不是 对啊 我说这个风水书 看看 很简单哦 嗯 每个人很快都成风水师了 我觉得在中国成个风水师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 没有那么简单 嗯 没有几年没有真正的老师带着你走不出来的 嗯 你真的必须有老师带着你 领着你 你还要每天都要坐那儿那儿学习 嗯 你看风水书 比看这个连续剧都有兴趣的情况下 嗯 你才能成为一个风水师 嗯 嗯 有道理 对 但是我说我看美国的这些书 那每个人都可以成风水师啊 没有这么简单的哦 嗯 所以我就知道 哦 美国的风水 跟中国弟弟当到的风水 还真的不一样哎 不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美国他们的风水 可能也是从中国那边学来的 可能学到了皮毛 我觉得他怎么学吧 你说 中国的万年历他能看吗 哦 也是哦 你才学 你中国的万年历能看吗 中国的又是阴历 又是二十四节纪 嗯 又加上美国的阳历 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 对对对 我有时候也搞不懂 你搞不懂是到底怎么回事 对 你让老外去查你的八字 谁跟谁谁跟谁 对 再查这万年历 嗯 有些风水书都是古书 对 你那文言文的功底不好 你那段军也都断不出来 嗯 你让老外去做那 悬空 悬空风水都是原版哦 嗯 原版 对呀 你去看吧 根本看不懂 对我们都看不懂 我自己都看不懂 你自己的 中国人有了自己都看不懂的 嗯 你没有真正的语言功底 那个文字功底 很多那些老书 你看不懂的 嗯 确实是 断句都断不来的 嗯 所以 这个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风水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的话呢 再接下来呢 再接下来呢 就是说咱就扯起来了 他大概就三四十岁就死了 嗯 他爸爸等于是很小 就是个妈妈带大的 他爸爸大概十几岁就开始出来打工挣钱 补贴家用了 嗯 然后呢 父亲呢 那一辈呢 也是五十多岁都走了 洋宅了 嗯 我们就走阴宅 跟祖先有关了 嗯 走阴宅了 他说阴宅是啥 我说阴宅就是cemetery风水 Cemetery有风水了 你能不能帮我调到cemetery风水啊 嗯 我说可以啊 好 因为他的祖先已经下到那么长时间呢 嗯 你一凉你就知道了 你一下罗盘你就知道了 他们的祖先呢 嗯 真的有问题 嗯 你看他们那个祖先的坟 我在纽约附近 新泽西啊 这附近 康州啊什么这附近 基本的墓地我都跑过来了 都跑过来了 嗯 墓地我都跑过来了 因为很多人看阴宅嘛 嗯 都跑过来了 我发现美国人呢 他那个阴宅墓地 他设计有时候就有问题 嗯 他好好的墓地 好好的方位他不用 他这个得拧包过来 拧包的那种坏的风水 嗯 他们不懂 你知道吧 本来很好 我说这块地 你要稍微设计一下 这块墓地都不错 嗯 结果他给他设计的 真的出问题 嗯 你知道吧 就是说一块很好的材料 让他给能毁了 嗯 很可惜的 我这个客人呢 他爸爸的 祖先的 这个墓地 就属于这种情况下 嗯 他是怎么埋的 美国那个墓地有 headstone and footstone 嗯 你知道吧 你当然不知道 我没见到太多了 有headstone 有footstone 就是石头 有是放在头上的 有些石头是放在脚那儿的 嗯 因为中国下葬是下葬的骨灰盒 嗯 这边好像也有 这他不是 他们 他们也有下葬骨灰盒 对也有 但是大部分都是 整个尸体 大体下葬的 对对对也有 对都有 就是他们家族是整个大体下葬的 嗯 他们的大体下葬了以后 我就让他确认这个方向 到底是怎么下葬的 他就说 他的下葬的方向是这样的 就是说脚 脚这个方向冲着山坡 嗯 头呢 是冲着山顶 嗯 我就告诉他 嗯 我说你可以想象吗 你可以想象 你睡觉的时候 你是躺平的啊 还是你身体 头高一点 脚低一点 还是你睡觉的时候呢 脚高高的 头低低的 那样睡 你是怎么睡的 嗯 他说要不平躺 要不身体稍微高一点 嗯 头整个枕头 不是稍微高一点 脚低一点 嗯 就很舒服吗 嗯 我说也一样啊 我说你的祖姓 成年累月的 脚冲着山坡 嗯 头冲着山底 嗯 他能舒服吗 嗯 对不对 嗯 不舒服 然后一量这个方向 也不对 嗯 他说 那怎么整的 我当时就说 我说 中国的阴宅风水 有一个格局 嗯 叫倒气龙 我说 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试一试 能不能调成倒气龙 因为他说 那可不能挖这个 下面的棺木 嗯 他说挖棺木 那个问题就大了 因为他家族人都会反对的 嗯 你知道吧 我说的 棺木咱们不用挖 你们家族会反对 我完全理解 我说我们 动动石头总可以吧 嗯 他说动动石头应该可以 他说给那边人说 让他跟他们翘一翘 移一移 哦 他移成什么样呢 我就下楼盘 下完了以后呢 我觉得应该走个倒气龙 嗯 就是说 倒气龙 这种状况 可以化解这种 脚高 头低的状况 嗯 然后呢 我说 你这个 这个石头啊 嗯 这个石头 哇 这个时候移一移 移多少度 我画个线 嗯 就是按照这个方向 给他移了下 嗯 就是说 本来这棺木都是这样 这石头都是这样平的嘛 它是后面整一个大的墓碑 嗯 就是家族的 整个一块大的碑 嗯 前面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大体 对吧 嗯 然后呢 每个大体呢 脚这个地方 埋了一个小的石头 嗯 上面石头刻 谁谁谁的名字 生啊 足 然后都刻在那里 嗯 那是脚碑 嗯 然后呢 我就说 这大的碑别动 嗯 因为是你家族的 那个是 挖得很深 很难动的 嗯 你知道吧 人家都是平平的 就到你这歪了 嗯 你知道别人不会给你动的 但是你这个脚的这个石头 我们可以稍微调一调 嗯 然后就调了个 加一个十几度的样 嗯 就调了十几度 某一看 看不出来 嗯 但是他家的人有一次 他说 看出来 他家的人就说 哎 这这个 这父母的那个碑 那个石头的脚碑 怎么好像是不是像以前 那样平的 好像又有点歪了 哈哈哈哈 对感觉不叶 感觉真的不一样嘛 外国人去祖上 看完父母的以后呢 一般就是找个石头 往那碑上一放 嗯 做一个纪念 除了鲜花 有时候拿一个石头 往那墓碑上放一放 证明 哎 我的下一代来看你了 别人一看就知道 哦 下一代来看他了 嗯 我就这样呢 调了调 调了个倒气 就这 嗯 调完了以后 立马感觉着 哎 没事了 嗯 我觉得 我好像不会死了 现在活了八九十岁了 哦 现在还活着 嗯 八九十岁 哦 那真的是 八九十岁了 就是 他就觉得我们家族 我出奇迹了 在他们家都是个奇迹 奇迹了 对 对 人家都三四十岁 嗯 四五四岁全翘了 嗯 嗯 那家族个个都八九十岁了 嗯 嗯 那觉得就是奇迹了 对 那真的是奇迹 我是觉得 印宅不仅是对中国人管用 对老外也管用了 对 对都管用 对 嗯 那比如说 他不是整个的关葬 整个的身体下葬 而是骨灰盒呢 是不是也管用 也管用 这就是下骨灰盒呢 你也要开先立项哦 骨灰盒 开先立项也很重要哦 这个开先立项是什么意思 开先立项是什么意思哈 嗯 嗯 就是说 这是棺木 你给我一个self 我给你打个比方 嗯 好 比如说这个就是个棺木啊 嗯 就是说 这个人呢 这个大体 就是这个方向 嗯 你要定好 嗯 这个方向就是 接受天地 宇宙的这个轴心 这个能量 这就是你这个大体的 这个人 这个人往生人的 这个大体的轴心 嗯 它这个轴心呢 它会有一个飞星 根据这个排一个飞星 哦 你刚才提到过飞星 对 排了飞星了以后呢 你再看周围的环境 哪边是高 哪边是低 哪边是山 哪边是水 哪边是路 嗯 你就要看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嗯 对吧 看完关系的以后呢 你再定 哦 这个棺木是什么情况 嗯 这个地方是急 是不急 嗯 如果哈 这个棺木埋下去以后呢 它接受天地 万物里边里的最好的能量的时候呢 嗯 他这个下葬的这个人呢 就会给他的子孙呢 发送非常吉祥的波 哦 波率 vibration yeah frequency yeah 然后呢 他子孙都觉得生活很顺利 很开心 很happy 嗯 对吧 如果这个棺木受到伤害了 嗯 比如说有露冲啊 嗯 或者是水淹啊 嗯 或者是方向不对啊 嗯 然后呢 就刚才前高后 波率啊 这种等等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他在这儿待着不舒服 嗯 这个是他另外一个世界的家哟 嗯 他在这儿待着不舒服 他找谁的 他没人去找啊 只有找他的子孙嘛 子孙 嗯 他就会bother 他的子孙 嗯 他传你不好的能量 嗯 告诉他我不舒服 你来照顾我吧 可是呢 这个俗人呢 他从来没想到 哎 是不是我祖先的坟木不对劲啊 嗯 他光想自己去努力 改变现状 改变现状 嗯 自己干这干那弄了一大堆事 实际还是没解决问题 问题是在这儿 在这里 嗯 这就为什么中国人 非常非常注重这个阴带风水 就是这一次 嗯 对中国人很注重 很注重这个问题 对 它真的非常关键 嗯 你这个祖宗 你不要把祖宗安排好 你就别想要好日子 嗯 嗯 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就是说 我看到他们都是那个 陵园 墓园 都是 很多人都是一起的那样子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说 那么多人 都在那个同样的陵园 那他们其实 环境是一样的 风水是一样的 是不是 就是因为他们都在 同样的山 山 山 哦 那可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啊 来 你比如那个iPad 咱们打个比方 嗯 比如说 嗯 这是一个山坡 是吧 这是一个山坡 你山坡 你埋在这边 埋在下边 埋在中间 哦 你埋在左边 你埋在右边 它都不一样哦 对 比如说这是个山坡 然后这是马路 如果埋在这边 都可能会受影响 因为会很吵 对 下边上边 左边右边 它都不一样啊 都不一样 哎 真的是 哪怕是同一个墓园 对啊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啊 啊 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你不能说 都一样啊 另外呢 你埋在这个人 他生成八字 也不一样啊 哦 也对 对 他下当的时间 也不一样哦 嗯 要很多很多因素 对啊 嗯 时间 然后生成八字 哦 真的是很多讲究 对啊 嗯 所以它就造成的结果不一样啊 嗯 对 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老外啊 磁场能量 这个国家就安定了 嗯 对 对 就是说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可能会引 汇积 带来很大的改变 哎 汇积整个社会 对 整个社会 它这个磁场的能量往上的提高 嗯 非常重要 确实是 嗯 好的好的 又学到了 又学到了很多 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 也不知道的 嗯 对 说多了 谢谢啊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嗯 嗯